我告訴你 基隆市民一半以上都不認識他 為什麼 因為我曾經 曾經 曾經拿手帳啊 在路上 還有人說借過借過 因為 其實呢白手帳就是我們的眼睛 其實呢我都希望說 是不是我們的宣傳不夠 所以我是希望說我們有機會的話 我們再來 辦幾場的白手帳 的就是讓大市民呢都認識白手帳 因為他對我們太重要 謝謝大家 這次由基隆市起民關懷弱勢協會發起的分享討論會 氣氛充滿了關懷與溫馨 透過盲朋友親身分享 邀請各單位來聽聽弱勢民眾的心聲 舉例來說 希望社會大眾能夠多多認識盲朋友的白手帳 一起來關心弱勢民眾的交通安全 以會老師提到的那個 小白買手帳 我自己回去之後來研究一下 然後在我的 臉書上 來宣導一下 第二個要宣導的就是 我們 剛剛理事長提到的 警鐘APP 我剛剛已經下載了 我自己雖然是一個直立人 而且眼睛看得到 可是我其實在人生的各種階段 也許我其實曾經也有車禍受傷 然後也因為這樣子很難行走 然後就會發現 基隆的人行空間 真的非常不友善 包含我們的公車也是需要 更多的地底盤的設計 或是我們的服務上需要更注意不同的族群 所以人在每一個時間點 我們會老 然後可能會受傷 那我們可能都會需要說 各種不同的 在我們的公共空間的設計上 可以關注不同的需求 在所謂行得方 就是車子上 應該是 更迫切的需要 去做改善 為什麼 對這些弱勢的人 我有讓他走出社會的時候 讓他活得更快樂 活得更健康 我們的健保支出 我們的社會資源 才會減少 其實 對這些需要幫忙的人 不是金錢上 而是在行動上去幫助他 讓他可以 擁抱人群 走路人群 或許他活得更正向的時候 去影響更多人的時候 這社會才會 善的循環 所以一樣的就是如果我們整個規劃城市裡頭 能夠針對這些 特殊需求 不管是市障或 資障的 這些朋友 用他們作為一個標準 去把它做好 那這個城市就是一個非常 進步的城市 一個城市的美好友善 的確不是只有表面的光鮮亮麗 而重點在於市民內心 是否有一種關懷弱勢的心 而且產生善的循環 值得大家一起來思考 如何將心比心 關懷弱勢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會變老 變成弱勢族群的一部分 記者黃日生 基隆報導